他可能 但他可能會指定 他可能說 欸你可以過來一下 我要去上這種 你說自己講指定嗎 那就一定是特別要幹嘛了 欸我被指定過三次欸 那你就是被點台了啊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Oh my God 今天好有榮幸 我們請到了John 大家好 我是原來是John 我一隔離完 然後我的景點就跟我說 你要跟原來是John拍影片嗎 因為他要找你 我就說 拍 馬上拍 不要這樣子學姊 我先趕回自己 哈哈哈 不要這麼說我們沒有學到學姊子啦 在這邊你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OK 我要SOLO囉 整個長度是我的 不好意思喔 哈哈哈 我叫John 現在是在美國航空公司當空服 然後但是也大家也知道 現在美國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回來台灣先休息 就是失業了 哦 所以才來當Youtube嗎 對啊 被逼到這一條路來 其實我之前一直想找 其他家的空服員來聊 尤其是美國的航空公司 因為他們真的太酷了 我們太隨興了 因為我為什麼會知道的原因是因為 我之前常搭AA的班機 講到Standby 大家應該之前看我的影片我都有講過 像我們要去補位 你必須有位子你才能進去 對 那我們是在Counter補位 他們不是耶 他們是直接在登機門口耶 然後有一次我就走過去 我去墨西哥那個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說 欸 墨西哥現在有點慢耶 旁邊是雪梨 你要去嗎 我要去墨西哥 你叫我去雪梨幹嘛 他說雪梨 你看我要不要去 然後之後你再慢慢的環遊世界 也太隨興了吧 我們就是他會先給你一張就是 代表性的一個Pass 然後你先過了Security之後 然後就到你的那個登機門 你叫乞丐票嗎 對 我們叫乞丐票 亞洲叫乞丐票 我們亞洲叫乞丐票 然後你就真的像乞丐一樣在登機門 等到最後的那個登機的人上去之後 他還要跟你講說你有沒有位子 對 上次就是我跟我媽我們本來要去法國 然後其實我都訂了Airbnb 我們在那個登機門口等 然後最後沒有位子 然後他們就說 旁邊的英國很空 你有沒有要去英國 西班牙你要不要去 也很空 就一直很想把人家叫去別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亞洲跟美國航空不太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來呢 因為我們就是會用一點小技巧 Aair航空你只要跟他們好一點的話 他們就會把你放在商務場 會嗎 會 我去那個checking的時候 我就先拿出自己的巧克力來 喔對 你很會 我跟你講有這個的一定都會加分 我們也常放到就外加的公司 對 我就說我也是crew 然後這個給你們吃 而且我們說我自己會再去說 喔如果你需要什麼幫忙的話 可以來找我 誰需要你的幫忙啊 你是不是很奇怪 沒有我就說 例如假裝突然發生什麼意外啊 然後如果萬一有喝醉的人啊 他所謂的這個東西就是譬如說 像我們是乘客 當然我們也是 是空服員 所以我們是受訓過的 對 如果我們今天搭了別人家的飛機 發生了什麼意外 我們要第一個跳出來幫忙 或者是他們會請你一起來幫忙 會 像他們只有四個人就很可憐 你知道嗎 對 補內班機四個人 好可憐喔 但是我們不用送餐 我們只要送飲料送完飲料 我們就坐下來休息看報紙 那如果你們碰到就是醉漢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鬧事 或者發生什麼意外 就是旁邊的那個隱情壞掉了 不是隱情壞掉還是可以飛 要這麼極端嗎 大家冷靜點 所以他可能就會請他 我們先討主員 出口 我們公司通常外加公司來飛 我們通常都會把也是主員的 放在逃生口底的位置 對對對 像我都會講說我坐哪裡 然後大概10分鐘之後 起飛之後 然後就會有Cru 就會拿酒來給我喝了 你要不要上去我們上面有空位置 對 對不對 你以為這種事情會在亞洲航空發生嗎 美國也 不會 我跟你講難怪 Never 因為我每次搭 女神那家的 還想帶巧克力啊 我都帶 我每次都帶 沒有事情發生過耶 有啦 他們好一點的他們會拿 咖啡 一瓶給我 再好一點 我碰過再好的油 又拿那個商務艙的那個包 罐洗包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故事囉 也是你們航空的 對對對 那把我身上去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去後面找他聊個天好了 然後我一過去 你知道跟我說什麼 啊 親愛的你要喝什麼 來 裡面都是酒你自己拿 對 超級我們同事的 小酒 我想說 蛤 我們都這樣子 然後 他之後就跟我說一個很驚人的話 嗯 沒關係你自己喝 還是你要我跟你喝呢 哈哈哈哈哈 這個我沒有碰過 這個才會太酷了 我心想說 啊你不是on duty嗎 就我自己飛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她說 honey take whatever you want 天啊 而且上次我跟我先生 我們一起飛到倫敦 他就飛升到商務艙 準備要降落的時候 然後我同事 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香檳 我給你一瓶香檳 你等一下到倫敦的時候可以喝 我也是這樣 弱品 是大瓶的耶 對 他就會很nice 然後呢 那天呢 我就搭比較小飛機 然後之後就有一個老先生 他去空服 我就看到一個亞洲人 就跟他說 喔我的行李箱要放上去 然後他就說 你自己放上去啊 然後他就走喔 他就走了 然後之後那個人就自己放上去之後 然後他又走回來 他就說 你的overheadlock要不要關下來 你可以自己關吧 還有另外一個 我也碰過另外 就是有 有一個人就要contain他的餐點 於是他又說 喔我覺得今天的餐點不好吃 然後那女工我就走過去說 啊 I'm so sorry honey 不要快又走掉 哈哈哈哈 不會 他沒有處理事情 沒有 不要快走掉 不是因為你就 你跟我講不好吃 那我也沒辦法處理啊 我直接說 I'm so sorry 然後就走掉啊 但我有碰過 我 也有一個跟我抱歉過 食物不好吃 餐點不好吃 我就說 Yeah I think so too 然後我就走掉了 我也覺得很難吃啊 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寫信跟公司講 對 我也是會叫他跟公司講 或怎樣 然後我要繼續講就是 美國的航空公司 跟我們公司的不同的地方 嗯 我覺得 像我剛剛在我頻道 有沒有聊過那個學長的學姐誌嗎 沒有 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大家去他的頻道 他就好 因為他會上這集 我們想要講的 我們想要聽的是 不為人知的事情 我跟你說 飛機他除了 載乘客的教課機 以外有cargo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嗯 他 從那個航空公司離職 到我們的航空公司 那間航空公司就是 某一間北美的航空公司 空服員很辣 心法為多 講法文 然後他就在跟我聊天 是一個機師 我就真正的問他 我說 我說你告訴我 有沒有 在機場室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他跟我說 他有一次飛 不知道哪裡 然後呢 他的co-pilot 是法國妞 他們直接在裡面就是肚起來 那個那麼難做 又那麼小位置 很小耶 那可能他就是要這樣跨過去之類的 我覺得那個女co-pilot 應該有練瑜伽 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飛機都是 中間都是autopilot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亞洲航空公司 非常的無聊 因為他們下班 就像你說的 像下班之後 他們就會說 等一下大家要不要一起來喝東西 或吃東西 然後他就覺得 每次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跟他出去 喔這一點我其實有注意到 因為我覺得亞洲的公司 是不是 你們的機長跟主員是分開來的 飯店都不一樣 不是不是 我們比較 你們飯店都是同一間 對 但是我們會 就你只要跟機長出去 你就會被標上一個標籤 我們沒有 我們大家都常常玩在一起 亞洲可能就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喔你說比較保守 好來 我講給你聽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機師在一起 然後那個男的跟我是同一個班機 那我那個朋友 他是晚一班來 所以等於說我們是可能下午4點到 他可能晚上9點到之類的 於是呢 他就跟我說你幫我看著我男朋友 我說好 然後於是我們到的時候 我們就說 喔那等一下我去你房間先聊天好了 對 就是 大家說 欸大家好放一起來吃東西聊天 都不來喔 每個很矜持 然後啊 我們就聊聊聊 叮咚 給我按門鈴 一打開 一個女兒拿一個紅酒出來 說欸我帶一個紅酒 要不要一起喝 然後那朋友就說 喔不用了 於是 我就把頭這樣探出去 然後那妹妹就說 喔那不好意思 再過一陣子 叮咚又一個 我剛剛去那個超市隊買了一些生蠔要不要一起吃 我心想說吃你媽XX欸 哈哈哈哈 那些人是你完全看不出來 會敲門的人 對啊 如果我不在的話 哇靠 這個人 他會把持得住嗎 那那個晚上總共三個人來敲過門 為什麼 幾三個來 就說他的 插頭壞掉了 可不可以跟他借 喔 想插哪裡 這個就是那個蜜語了對不對 我就覺得很母湯欸 然後等到我朋友到 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剛剛已經三個人來過了 好誇張喔 所以說 你們會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 我們就是大家會玩在 像我們飛國內的時候 就是四個空服員 然後加兩個機長嘛 我曾經碰過就是我同事跟我講說 欸今天那個co-pilot很帥 而且蠻年輕 因為通常副駕駛會比較年輕一點 因為他年資沒有那麼高 然後那天的副駕駛就是蠻帥的 因為我們機長他們要休息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人先進去 因為門只能從裡面往外面 往外面開 沒錯 所以萬一那個人發生的事情的話 有駕駛艙的門就沒辦法開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 我們的空服員進去 裡面幫他開門 那你知道之前都誰在機長室裡面嗎 你嗎 因為他們都會指定我進去做啊 他們叫我進去 我們先看一下 那些機長出來不出來 算我才要進去 你還可以選的 因為我們分前面跟後面 然後通常都是前面的人要去 但是也沒有大家都人流啦 他可能 但他可能會指定 他可能說 欸你可以過來一下 我要去上這個 你說機長指定嗎 那就一定是特別要幹嘛啦 欸我被指定過三次耶 那你就是被點台了啊 然後他手上還有戒指耶 然後我直接噴他耶 因為他跟我flir啊 然後我就說 那你有問過你的小孩跟老婆嗎 天啊你很敢耶 我直接這樣對他耶 我覺得是小嗆他耶 沒有錯我就會說 那現在怎麼樣 So what 然後一直停成下話嗎 對啊就下話嘛 對然後我那個同事他就是 那個機長 正機長去上車的時候 我同事就進去裡面 跟那個副機長去開始聊天 然後就交換那個電話 當然你知道就換電話 就傳簡訊啊幹嘛 結果當然那天晚上就是 啊啊啊 天啊 但他我覺得還好一點是 因為副機長也沒有結婚 兩個都單身我覺得很OK 男未婚女未嫁 歡迎啊 我覺得搞不好在亞洲 大家就在講話什麼之類的 哈亞洲很精彩的東西很精彩 我公司曾經有機師喔 跟一個菲律賓姐姐在一起 啊啊 然後之後 又跟另外一個菲律賓姐在一起 然後他們又是朋友 然後之後 他們是要聊天的時候 才知道對方都懷孕 然後是有一個男的 現在那個男生是有菲律賓控嗎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在我們公司的 太姊跟菲姊都還蠻漂亮的 那我現在問你 那個以外 你們會吃Crew Meal嗎 其實我其實看你影片之前 我不知道我們公司不會這樣子叫耶 沒有特別的一個叫法 我在你平常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嗎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文化或許這個東西就是 很平凡 或者是它就是一個正常的交友 亞洲公司就會大呼小叫 就覺得 好像你以前染髮 所以你就是壞學生的染髮 就這種感覺 不會 大家就是交朋友啊 因為大家私底下都是會聯絡的 就算你沒有換電話好了 臉書上面大家都還是會交朋友啊 然後我跟你講 後宮徵賓專案又要開始了 然後機師交你的Facebook和Instagram好了 然後我就會跟別人說 OMG那個機師跟他加了 他們一定有搞在一起 會有什麼 然後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對 但其實在你們那邊就是 大家交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 非常正常 我自己有同事他是 兩個都是空腹 然後後來在一起結婚的 就是很平常 大家就是先從朋友開始 然後如果當然你聊得來的話 你就 然後再來就結婚 我跟你講我改天 我真的要繼續做感情系列 我現在是小好講一下 因為外國人他們是 他們會先約會 對 因為我也代表你可以跟其他人約會 很多人約會 因為你想看一個人 你的精華時間 就是二十到三十歲的時候 那別說了 哈哈你過了 OK Anyway 然後反正 我是覺得人的年輕的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 外國人就是同時會跟很多人約會 但是叫約會 約會 不是在一起 然後這個放其他幾啦 我討厭 我們先不要講 好那我現在要講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不知道美航會不會有這一類的 所以我就要問你 因為在某個航空 有一個叫做LV Club 特別有名 這個就是你外站如果想要來一下的話 就會有一個代碼 機長會打過去空服員的房間 講到代表LV怎麼包款 空姐如果同意的話 你就可以去隔壁房間包包換包包 但是這一個東西 其實他們公司有很關注 我不知道現在還存不存在 或許存在 但是這個傳說就是 也不能說他傳說他就是一個事實 那我們就請 空服來現身說好 來 來我歡迎 我現在先問你一個問題 好 你有看過我的影片對不對 有 你覺得我說的東西是不是事實 是 90%我覺得跟我聽到都是 對 或者是你自己 對 真的我講的都是真的 就是我身邊發聲 或有說聽到就是這個樣子